11月1日至2日,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在中华文化学院举行, 20余位中外知名学者齐聚北京,围绕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等话题进行探讨。 其中,中美关系成为不少专家学者的热议话题。 论坛美方主办方负责人库恩表示,面临当前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正在做出自己的应对之举,世界应看到中国的改变, 中美双方应谋求合作,远离对抗。 面对现今中美局势, 有美方学者坦言,当下两国在不少领域都缺乏相同论调, 想要改变这一局面,需从各个层面着手开展对话和交流。 There is a lot of mutual distrust and suspicion about the sort of motives and the policies that are emanating from both sides. And we are not having the same type of dialogue going on that we did previously, ongoing dialogues at various levels. I think that what we need to do frankly is to open up the systems in both places for increasing engagement. This means not only at the top levels between our two governments, but also within our civil societies. 有中国学者分析称,中美贸易当前面临的严峻局势, 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并将长期存在。 中国经济只有进一步扩大开放,转型升级,才能创造机遇。 从根本上来讲,是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它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动, 由此导致了原有的秩序,原有的产业链,价值链发生的变动。 那么这样的话,它的这种动荡是会长期的。 如果中国的经济能够在这个当中转型升级, 能够进一步地扩大开放,同时整个世界的经济也的确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获得好处, 我相信那就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未来的机遇。